今天東北季風增強 照理來說這溫度應該是要慢慢的降低的 但是今天白天的民眾感受應該都會覺得 怎麼很像還是有一點偏熱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太陽真的太大 所以加熱到地表之後 它的溫度就升上來了 不只在整個北部地區的溫度偏熱 甚至在竹苗都有標出30度的高溫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 其實不只在中南部地區30度以上 竹苗也說了到了30度 而在北部地區25度以上 但如果今天你還覺得有一點熱的話 那麼到了明天這溫度還會再往上飆升 所以要特別提醒了 在早上還有晚上的時候還是比較涼 但是到了白天溫度就會回升上來 所以這衣服要適時的來做添加洋蔥室穿搭 再來關心在未來的天氣部分 在降雨會分為兩個階段 在禮拜四之前主要都是陰封面 有一些很零星的短暫陣雨 但可能都是集中在沿海 基隆北海岸或者是宜蘭靠近海邊這裡 其他地區都是多雲稻勤 但是到了禮拜四之後 因為這個東北季風增強 同時它夾帶的水氣也比較多 所以在整個桃園以北 基隆 新北 宜蘭 降雨機率就會來得比較高 雖然這個雨不是到特別的大 但是因為它下的時間長 所以它也有可能會有到發布大雨特報的等級 再來關心的是一周溫度的趨勢圖 你也看到了在未來一周會經歷兩波的東北季風 第一波我們現在正在經歷 明天就會減弱 而下一波預計在禮拜四的時候又會再增強 這一波走的是比較濕涼路線 所以到時北部地區溫度會比較有感的下降 可能低溫落在15到18度左右 而高溫可是落在20到21出頭而已 所以要提醒了大家到時候 這個早出晚貴的話 這衣服還是要適時的添加之外 還是會建議您最好帶一把傘出門是比較保險一些的 而在今天明天因為偏乾的關係 所以整個空氣品質會稍嫌比較差 敏感族群都要多加留意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說明